强奸就强奸了 还把人给杀了 多好玩小年 今天再考上计较 天梯的日理地里发现一具裸体女尸 女孩是被奸杀后勒死的 大腿上还被凶手刻了一个大红叉 凶手真是残忍又变态 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 连警犬都牵过去了 但除了尸体以外 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线索 法医老居只能无奈地拍了几张尸体的照片 警方中分夺秒地勘察现场 围观的群众也没闲着 纷纷猜测着凶手的身份 毕竟在这个90年代的飞机厂家属院 奸杀这样的大案可不多见 家属院里一时间人心惶惶 连学生们都在讨论案情 老居的女儿小静也是在查过字典后 才明白强奸这个词的严重性 心里不由地多了一分警惕 不久后学校组织同学们 去进老院给孤寡老人些爱心 小静分配到的任务 是给他唤在床的刘大爷读书 但当他兴致勃勃地 给刘大爷讲葫芦娃的故事时 刘大爷一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随后便偷偷地让他把门关上 从发黄的枕头下面摸出一本小人书 递给小静 给我念念这个 单纯的小静也没有多想 结果书就念了起来 娇嚣账内一壮一冲 这一个玉碧芒窑 那一个金莲高举 却没想到刘大爷听得一脸荡漾 捧起小静的脸巴唧就是一口 这下可把小静恶心坏了 拼命用袖子擦着被刘大爷亲过的地方 却没想到刘大爷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错 听完这话的小静更加意识到刘大爷不是什么好人 于是就在离开静老院回学校的路上 把刘大爷的恶心行径告诉了闺蜜张雪 张雪听了也是浑身恶寒 不禁推测道 这老头不会就是那个抢奸杀人犯吧 毕竟还没见过如此为老不尊的人 但小静还心存疑惑 因为听说刘大爷已经瘫痪在床多年 应该是不可能出门作案的 但小静并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父母 全藏在了心里 隔天小静去警局 找父亲老区要钱买牛仔裤时 刚好遇见局长训斥警局的众人 说如果再不把奸杀案给破了 就都卷扑个走人 小静瞬间就想起了静老院的刘大爷 为了帮助父亲寻找线索 星期天一大早 小静就又来到了静老院 借着干活的机会 跟那里的大妈们打听刘大爷的情况 大妈们称刘大爷的腿其实是正常 平时只是懒得下床而已 而且因为他跟院长的关系好 经常偷偷溜出去玩 听到这里的小静 认为刘大爷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 于是他赶快跑到警局 准备告诉老区这个重要的消息 却没想到警局已经抓到了嫌疑人 这男人是个掏粪工 因为在女厕所偷窥被抓了回来 没想到经过一番审讯 他竟然承认兼杀爱是自己干的 但老区却不这么认为 不断询问掏粪工 刀呢 你有刀 掏粪工支支吾吾的不敢说话 一旁的警员老张却一把拉开抽屉 随意的从里面拿出一把笔手 称这就是从掏粪工家的井里找到的凶器 老区接过来一看 还是个新家伙 连任都没开呢 于是老区便问掏粪工 这把刀你多少钱买的 我忘了 直到这时 老区才注意到掏粪工手腕上的伤痕 这才明白这位是被老张他们驱打成招的冤大头 还没等老区再问 老张一把将老区拉到旁边 示意他不要那么较真 毕竟上级要求的破案期限快到了 能找到的冤大头顶罪也不容易 老区不可置信地看了局长一眼 显然局长也认同掏粪工就是凶手 老区不敢苟同他们的想法 一把推开老张气冲冲地出门去了 老区觉得如果警方这么草率就结案了 凶手肯定会更加嚣张 估计还会继续作案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 再次发生命案 一辆转新的摩托车 被丢在于上次案发现场不远的草坪里 而在不远处的桥洞下 一名身穿短裙的少女同样是被尖杀后 他对凶手在大腿上刻了个大红叉 这一模一样的作案细节 让老张立刻意识到 两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 而他们抓的那个涛粪工 显然是被冤枉的 这下连局长的脸都被打得啪啪小 他狠狠地劈了老张一顿 命令他将功补过 尽快把真凶捉拿归案 随后老群和警呐小林 借着送汤份工回老家的机会 在大路上悄悄放假了他 也算是对他被错抓的一点点 小女孩走进了一家情趣那一店 害羞地指着墙上的杏板内衣 想要买一件 谁传了 我 老板娘扫了一眼他们平坦的胸口 直接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件小背心 你传的 传这个 这个你传 适合你 他生气地扭头就走了 因为他的闺蜜张雪早就穿上了成人内衣 还交上了混混男朋友赵飞 这让小静非常羡慕 但他却不明白张雪的苦恼 张雪的母亲早逝 父亲老张是警察 经常忙得顾不上他 所以他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再加上他发育得早 所以经常被那些无聊的男生欺负 他为了保护自己 才找到附近最能打的赵飞当男友 赵飞也很给力 谁欺负他赵飞就直接打上门去 还有 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招张雪 就是不给我赵飞面 谁要是敢不给我赵飞面 我就要他好看 甚至赵飞为了向他表明心意 在防空洞里留下了爱的誓言 张雪和赵飞 永结同心 但两人此时却不知道 这行字后来差点要了赵飞的面 虽然张雪有时候太强势 但小静却还是喜欢跟张雪待在一起 这天张雪心血来潮想去烫头发 小静也跟着去了 托你给张雪烫了个大波浪 看起来比海豹里的大明星还漂亮 小静不由得有些心动 于是在张雪和托你的怂恿下 小静也烫了个发型 但烫完之后小静却如骚为啼 我要的是这个 你会理的什么呀 还顶了个马蜂窝似的 随后小静气得夺过托你的剪刀 咔嚓几下就把烫过的头发全剪了 这下你满意了 可以更好的趁托你了 回到学校上课的小静还是气不过 就想捉弄一下张雪 她趁老师讲课的时候叫醒了睡着的张雪 老师上台版书 张雪迷迷糊糊的就朝黑板走去 这可把老师气坏了 认为张雪是在故意捣乱 把她站到教室最后一排 张雪此时才意识到是小静搞的鬼 一时会拿起 张雪再也没来上过学 小静觉得对不起张雪 便主动去张雪爷爷家找她 但她爷爷也不清楚张雪去了哪里 甚至连赵飞都跑到学校来找张雪 小静这时才知道 张雪是跟赵飞吵架后消失不见的 她心里这才稍微有点安慰 随后她便无暇顾及张雪了 因为此时她收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 她接受了那个男生 此后那个男生便陪着她 一起去废弃的厂房练习唱歌 晚上下课的时候陪她一起回家 甚至还带她去跟她的朋友们一起看录像带 但小静没想到 他们看的竟然是善而不移的录像带 还没开始看就有警察闯进来 把所有人都带回了派出所 父亲暴雨把她接回家 回到家父亲便寄下 从此以后小静再也没有跟那个男生接触过 而就在这时 第三起连环杀人爱又发生了 随后小静上课的时候被叫到了教育处 原来警方认定防空洞里的那具尸体是张雪的 所以找来她最好的朋友小静 询问她的基本情况 小静并不知道警方来问话的目的 就直接告诉警方 张雪已经消失大半个月了 她平常不跟学校里的人玩 只跟校外的小混混赵飞有来往 两人正在搞对象 还曾经在防空洞里约会过 得到这些重要的线索 警方更加确定防空洞里的尸体就是张雪 因为张雪失踪的时间 跟防空洞里的那具尸体的腐烂程度一致 于是警方认定赵飞有重大作案嫌疑 直接将赵飞抓了起来 对赵飞更不利的是 她的血型是O型 跟前两起间杀案凶手的血型是一样的 这更加重了赵飞的嫌疑 但老区却认为那具尸体根本不是张雪 因为张雪在消失前刚去烫了卷发 而尸体的头发却是直的 但其他警员告诉老区 老张在张雪烫完头发后给了她一巴掌 还把她赶出了家门 让她把头发拉直了再回家 张雪有可能是头发拉直后遇害的 而且赵飞也已经认罪了 把尸体的位置等情况交代得非常清楚 如果不是她干的不可能知道的那么清楚 但老区仍然觉得案子的疑点太多 为了确认张雪失踪前是否拉过头发 老区带着小静问遍了镇上的理发店 所有理发店都说最近没有姑娘去拉直发 而且张雪那么长的头发 烫发已经花了不少钱 拉直的话又是一大笔钱 她一个学生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看来那具尸体应该不是张雪 但警局的众人却管不起 直接压着赵飞去指令现场 而受不了折磨的赵飞竟然认罪了 赵飞的妈妈哭得撕心裂肺 他怎么也不相信 自己的儿子会杀人 赵飞被抓捕归案后 小镇恢复了平静的生活 又一儿童结石 小静还因为之前去进老院帮忙 被平为了学位风凋兵 还发了奖状 就在小静沉浸在得奖的喜悦中时 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南的迷信片 上面的字迹是她熟悉的张雪的字 这时小静才想起张雪曾说过她最向往的城市就是海南 看来张雪并没有死 而是偷偷流浪去了她想去的城市 小静赶紧将这个情况告诉给了父亲老屈 老屈立即将这个重大线索报告给局长 警局重新调查了这个案子 两个月后因为证据不足 赵飞被无罪释放 而这起连环强奸杀人案 随着DNA技术的发展 最终真凶于2015年落网 小编要说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 家长一定要时刻关注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 教会他们保护自己的方法 否则很容易让他们误入歧途 毁了美好的一生 这个女人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70岁的父亲 晚上在家偷吃一口炸鸡 竟直接猝死在沙发上 很快警方接到报案赶来 直接死者瘫倒在沙发上 脸色苍白嘴唇青子 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还摆放着已经坏掉的炸鸡和苹果 餐叉则掉落在脚边 法医怀疑死者是中毒而死 死亡时间应该在三天前 但这也只是推断而已 具体的死亡原因 进一步尸检后才能知晓 女警大宝在勘察现场时 发现厨房只有一套餐具 想来老人一直都是独自生活 在客厅的电视柜上 大宝还发现一道残留的灰尘 像是原本放在这里的东西 被拿走后留下的 其他警方并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发现 查看完现场情况后 警方才对报案人进行询问 据报案人孙云曼称 她是死者孙霖山的女儿 父亲的脾气一直非常古怪 自从多年前母亲去世后 也不愿和她生活在一起 就独自住在这栋别墅 她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平常会经常出差 上周五她就因出差不在本市 期间父亲参加的徒步俱乐部 给她打电话 称父亲周日没有参加活动 起初她并没有当回事 父亲年龄大了 学习俱乐部的活动应该很正常 女神一直等今天出差回来 她才来父亲家查看 却没想到 进屋后见到的竟是这样的场景 她是一名律师 自然知道现场的东西不能乱动 因此在确定父亲死亡后 她就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当时她进屋时 阳台的窗户开着 父亲每天晚上10点至11点 会打开窗户通风唤起 她家阳台临街 只有这个时间点车辆较少 空气中不会有太多灰尘 而且父亲和一般老人不同 她的休息时间通常在12点左右 因此她认为 父亲的死亡时间 应该就在10点至11点之间 刚才她也说过 父亲的性格非常古怪 家里所有东西的摆放 十多年来就没有换过位置 如果真的有人进来过 她不可能看不出来 父亲也这么大年纪了 是自然死亡也说不定 警方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深入调查了 刑警队长大勋听后不禁冷笑 从警方到来后 就一直是孙云曼在说 而在她的言辞以及表情中 警员们没有发现一点失去亲人的痛苦 甚至有点过于冷静 至于孙林山究竟是怎么死的 不用她说 警方也会查出真相 见警方坚持调查 孙云曼也不再解释 以下午要上评委友 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现场 等她离开后 大宝才告诉大勋 刚才她在桌子上发现的印记 而根据印记的大小 这个东西应该能放进孙云曼的包中 她没有揭穿孙云曼 是不想打草惊蛇 可她拿走的会是什么东西 她又真的会害死自己的父亲吗 回到警局后 法医进一步尸检结果证实 死者是氢化钾中毒 在她的胃中 以及茶几上坏掉的苹果上 都发现了氢化钾残留 但桌子上的炸鸡里 以及厨房剩余的其他水果上却没有 警方怀疑是有人针对孙云山投毒的 不过也不能排除 案发当时孙云山家有其他人的情况 可是根据了解 孙云山交际圈非常简单 基本不怎么与人来往 警方无奈之下 只能从超市着手调查 大学两人根据厨房装苹果的购物袋 找到了孙云山买苹果的超市 超市经理王诚得知事情后 直呼不可能 他们超市所有的水果 都是自己公司农场职贡的 每个环节也都是有专门的负责人严格把控 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随后大宣询问王诚 他们公司监管的具体流程 只有知道这些 警方才好判断有哪些环节 可能会出现纰漏 可王诚一点都不愿配合 甚至指责警方是在恶意诽谤 警方现在手中确实没有证据 无奈只能先离开超市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两人刚回到警局 孙云山的律师就找到警局 同时还带来两份遗嘱 据律师称 从五年前开始 她就接手了孙云山的个人事务 她今天带来的两份遗嘱 都是孙云山立下的 一份最终受益人是她的女儿孙云曼 可就在半个月前 孙云山将遗产受益人 更改成了一个名叫赵美珠的女士 这份更改后的遗嘱 她手中也只是有敷衍件而已 原件在赵美珠手中 她虽然是孙云山的律师 但私下两人的交集并不多 她只知道这位赵美珠女士 是孙云山关系不错的朋友 职恶关系要好到什么程度 才能将近九千万的遗产 全都赠送出去呢 如果孙云曼知道 父亲更改了遗产受益人 会不会为了这笔不菲的遗产 而大一孽亲呢 毕竟在外人看来 无论赵美珠和孙云山是多好的朋友 那也只是个外人而已 警方也对赵美珠进行调查 得知她今年62岁 自从丈夫30年前去世后 她就一直独自生活 70岁大爷深夜偷吃炸鸡惨死 警方通过调查 发现她在半个月前 将朋友赵美珠更改为自己的遗产受益人 警方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马找到赵美珠 据赵美珠称 自从丈夫30年前去世后 她就没有了经济来源 一直都是打些零碎的小工养活自己 6年前她经人介绍 去孙云山家做保洁 意外发现她与孙云山 30年前就已经认识 最近这五六年 也一直都是孙云山在照顾她 按照现在年轻人的说法 她和孙云山应该是属于男女朋友的关系 孙云山在经济上 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她已经非常知足了 从来没有想过去和孙云曼 争夺孙云山的遗产 自从两人6年前重逢后 她每天中午都会去孙云山家做饭 最后一次去应该是周六中午 她知道周日孙云山要去徒步 孙云也就没有过去 打算等周一再过去 可是周一那天下雨了 她年龄也大了 一到下雨天膝盖就疼 她给孙云山发了信息说不去了 却迟迟没有等到回复 孙云山以前也不爱回信息 所以她也就没当回事 等周二她去孙云山家时 就看见孙云曼和警察都在 问了邻居才知道孙云山死了 她的身份比较尴尬 为了避免和孙云曼碰面 她也就没有进屋 至于那份遗嘱 确实是之前孙云山给她的 当时她并不知道 文件代理是什么东西 直至律师找上门她才知道 说着还将遗嘱的原件拿了出来 并且明确表示 这份遗产她是不会要的 这份遗产理应属于孙云山的女儿孙云曼 以及外孙女可儿 可儿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父母的关系不好 在她还小的时候 两人就离婚了 之后母亲又忙于事业 也是因此 可儿经常去孙云山家 两人见过几次面 看着赵美珠拿出来的照片 大宝立马认出 这不就是她室友小子的朋友吗 这两天就借住在她家 大宝两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但可儿还没有回来 小子和可儿是在网上认识的 虽然认识挺久了 可关于可儿家里的事情 小子并不清楚 三人一直等到深夜 才见可儿满身疲惫地从外面回来 看到警方来找她 二话没说就跟着回了警局 三人刚到警局 可儿就主动开口 人 走马上 据她所说 母亲对外公非常痛恨 至于是什么原因 她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自从她记事起 母亲和外公的关系就不好 以前外公给母亲钱 母亲每周还会回去看看 可是没过多久 两人干脆都约在外面见面 她觉得母亲和外公见面 就是为了看外公是不是还活着 相比和母亲的关系 她更喜欢找外公玩 另外周日那天 她去找外公玩了 当时看见外公死后 她脑子一片混乱 当她看见苹果袋子上的超市名称后 脑子又瞬间清醒 也打消了报警的想法 那个超市的经理王诚 和母亲的关系不清不楚 外公非常注重健康 只吃那家超市农场职贡的水果 所以在王诚的帮助下 母亲在苹果里下毒应该不是难事 而且她报警总不能说 嗨 我妈杀了外公 她朋友王明就在超市工作 经常看见母亲走员工通道找王诚 最后大报询问可儿 在现场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或者她有没有破坏现场 可儿没有丝毫犹豫 承认她毁掉了一张合影 那种虚假的合影留着也是让人心烦 大宝立马想起 在现场电视柜上发现的灰尘残留 想来就是合影被拿走留下的 而孙云曼拿走合影的目的很简单 是害怕警方怀疑到可儿身上 通过大宝的观察 可儿应该不会是凶手 如果他是凶手的话 根本不会承认他去过案发现场 甚至还破坏了合影 询问完情况后 两人就让可儿先离开警局了 紧接着一则超市贩卖毒苹果的新闻 霸占了网络热搜 这些记者也不知道从哪得知的消息 将超市围得水泄不通 由此警方的压力也就更大了 想起可儿提到的朋友王明 大宝两人立马行动 找到王明了解情况 据王明称 他确实经常看到孙云曼 走员工通道去经理王城的办公室 不过周六那天 他是在卖场遇见的孙云曼 当时孙云曼正在买苹果 这无疑使警方更加怀疑孙云曼 次日大清早 大宝和大勋准备到超市 要看卖场水果区周六的监控 刚出警局门 就遇见了最萱萱的王城 王城居然是来主动配合工作的 与之前警方去超市走访时 态度好了不是一星半点 到了接待室后 警方才知道 因为读苹果的新闻 王城被超市给开除了 孙云曼也和他分手了 他现在什么都没了 自然也没必要护着孙云曼 说着就拿出一个U盘 称里面是事发当天 超市水果区的监控视频 警方查看视频后 确定孙林山家的苹果 就是孙云曼购买的 但仅凭一个视频 并不能证明是孙云曼投的赌啊 于是警方决定 再找孙云曼了解一下情况 70岁独居老人家中惨死 女儿报警进城最大嫌疑人 当警方将嫌疑锁定在孙云曼身上后 就立刻行动 去他家走访调查 但大宝两人在门口敲了半天门 屋内都没有一点回应 从窗户看 客厅的灯还亮着 顿时大萱有种不好的预感 立马联系物业前来开门 很快警员就在卧室 找到已经陷入昏迷的孙云曼 幸好警方发现及时 将他送医院抢救 根据医生的检查结果 孙云曼应该是在吃了感冒药后 又喝了些酒 导致身体出现了双流轮氧反应 现在经过洗胃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孙云曼醒后 警方就立马对他进行了询问 据他交代 在周六那天 他确实去超市买了苹果 给父亲送了过去 但他并没有杀害父亲 前段时间他投资失误 所有的资金全被套牢了 他去找父亲是想要借钱 度过这次难关 可父亲非但不借钱给他 还对他一顿冷嘲热讽 他内心气愤不已顶了两句嘴 父亲二话不说 就给了自己一耳光 当时他就愤然离开 他之所以和父亲关系不好 就是因为父亲脾气暴躁 年轻时没少毒打母亲 从父亲家离开后 他就出差了 苹果为什么有毒 他根本不知道 为了证实孙云曼的话 大宝回到警局后 对孙怜山进行了深入调查 发现孙云曼在17岁时 曾状告他父亲家暴 不过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被法院给驳回了 这件事发生两个月后 孙云曼的母亲就去世了 但上显示是意外 可依照孙云曼对孙怜山的痛恨来说 他母亲的死 恐怕不是意外这么简单 由此也可以证明 孙云曼并没有说谎 案件再次陷入了死胡同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大宝接到小子电话 他竟然在孙云曼家 发现了一大瓶的氢化甲 大宝急忙让小子先来警局 据小子解释称 他去找可儿玩 当可儿要回家 给孙云曼收拾衣服送去医院 他闲着没事就跟着去了 就在他帮忙收拾东西时 孙云曼的包掉在地上 一瓶氢化甲就从包里滚了出来 他急忙将氢化甲藏在口袋里 抽空给大宝打的电话 得知情况后 警方又将孙云曼请到警局 看着面前的氢化甲 孙云曼一脸坦然 他本来公司由于资金问题 就忙得不可开交 再加上父亲的死亡 他已经很久没有收拾包了 至于他包里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他一点都不知道 并且他十分坚信 在这瓶氢化甲上 应该没有他的指纹 也确实如他所说 警方在上面什么都没发现 但这却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随后警方对孙云曼的办公室 以及家里进行了全方位的搜查 什么都没有发现 在他所有的电脑和手机上 就连一条搜索氢化甲的记录都没有 警员此时也不禁怀疑 会不会是有人在陷害孙云曼呢 毕竟如果孙云曼真的抢毒的话 他不会让可儿回家给他收拾东西 甚至还带着朋友去 晚上大宝在警局 研究王城提供的超市监控 意外发现孙云曼在买苹果时 王明一直直勾勾地盯着他 以往超市的监控 大宝也看了不少 这王明的工作态度 一直都是吊儿郎当的 等他突然一直盯着孙云曼时 大宝总感觉不对劲 于是次日叫上大勋 一起去超市找王明 不料竟被保安告知 自从超市出现毒苹果事件后 王明就没再来上过班 超市现在也没有经理 乱得像一锅粥一样 王明是不是辞职的 他也不太清楚 随后两人又让保安 拜他们看看超市案发前的监控 正在两人查看监控时 大宝突然接到可儿电话 称他被非法囚禁了 大宝也不看监控了 急忙去解救可儿 到了之后才知道 可儿认为孙云曼包里的轻化钾 是被别人放的 而这家生物科技公司 是孙云曼住院前 最后来过的地方 他就想来看看监控 但这家公司安保很严 他趁着别人进门的时机 拉着小子溜进来的 也是因为这样 保安才将他俩关了起来 了解清楚问题后 大宝两人表明身份 保安才配合地拿出监控录像 在查看监控时 可儿竟在画面中看到了熟人 也就是大宝去超市找的王明 本来大宝就对王明持怀疑态度 这下王明的嫌疑更大了 大宣两人急忙出发去王明家 半路对王明进行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王明家后面居然是化工厂 五年前因工人操作不当 发生火灾和爆炸 经理王全和其他四名员工遇害 而王全就是王明的父亲 除此之外 原来的超市经理王成 是王明的亲耳叔 王明在超市的工作 就是王成安排的 但除了这份工作外 王成没有给王明任何帮助 大宝此时想起 他们第一次到王明家走访时 看见王明正在喂小猫吃东西 可等他们离开时 却没有再听见猫叫 王明很可能把那些猫毒死了 听了这话 大勋脚下油门踩到底 加快车速赶往王明家 等他们赶到时 却发现王明并不在家 大宝查看了王明家门口的草地 发现这些草上都沾上了毒 顺着草丛往里搜查 竟在草窝里 发现了几只小猫的尸体 这也太残忍了 就在此时 王明拎着那奶奶买的药回来了 看着大宝两人他就明白 警方已经插到他身上了 没有丝毫反抗 坦然的跟着警方回了警局 审讯室内据王明交代 五年前的化工厂失货 给他留下的只有中名的奶奶 和破落不堪的房子 他曾去拜托王成舅舅奶奶 但王成当时爱上了孙云曼 正在和妻子闹离婚 根本没有心思管奶奶 从那之后他就认为 这些有钱人都是自私鬼 至于轻化假 是他给奶奶准备的 可看着奶奶躺在床上 可怜的模样 他还是没有狠下心下手 内心长久以来的郁闷和压抑 压得他上不来气 就在他马上就要崩溃时 看见了孙云曼到超市买水果 叔叔王成如果不是认识了孙云曼 那就不会离婚 也就不会没有心思管奶奶 他现在悲惨的生活 也有孙云曼的责任 于是他就一直盯着孙云曼 并找机会将轻化假 注射进其中一个苹果里 孙连珊完全是被误杀的 王明的遭遇确实可怜 但他却不应该被仇恨蒙蔽双眼 化工厂失火是意外 谁都不想这样的悲剧发生 可是在化工厂事件发生后 街道给了他奶奶特殊照顾 学校给他免除了所有学杂费 甚至一直资助他完成学业 工厂也按照规定 准时准点将抚血精打给他 但他没有一点感恩 甚至心怀恨意的 去伤害无辜的人 他的人生是被他自己亲手毁掉的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这两个史荒大爷在河边捡垃圾 突然感到一阵尿急 刚准备在河边释放一通 却意外瞥见河边的杂草上 似乎挂着一个大黑袋子 当即以为是什么大宝贝 招呼同伴赶紧一起打捞 期间两人还兴奋的商量着 里面的好东西一人一半 结果打开一看 竟是一具裸体女尸 两人吓得拔腿就跑 警方接到报案 迅速赶到现场 法医老黄初步尸检确定 死者并不是被淹死的 而是死后被装进行李袋 抛尸到河中的 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三天 另外死者的脖子上 有明显的勒痕 后脑勺也有两处致命伤 但真正的致死原因 需要回警局进一步尸检才能确定 回到警局后 老黄进一步尸检发现 死者年龄在22岁左右 头部遭受重击致死的 面部也被损毁得很严重 准确的死亡时间在3月4日凌晨 死前曾有过性行为 但在他体内 没有提取到任何DNA 身上也没有任何擦伤 应该不是被强行侵犯的 老黄猜测 与死者发生关系的男人 应该是死者的熟人 说不定死者还挺喜欢这个男人呢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会对他起杀心 总之强奸的可能性不大 但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能让凶手在杀死一名花季少女后 还将他面部严重摧毁呢 除此之外 老黄还发现 死者左手的指尖上 都有轻微的角质层增厚 左手的小拇指比右手长一尖 警员王岐在查看死者照片时 发现死者的肩膀和脖子处 有长时间摩擦产生的剪子 从这些特征来看 像是常年练习小提琴的 本市有音乐系的大学 只有宁江大学 大勇和王岐急忙赶到宁江大学走访 从一名小提琴老师口中了解到 像他们从小就练习小提琴的乐手 脖子上和肩膀上都会留有剪子 左手的小拇指要拨动琴弦 时间长了会比右手要长一节 这种情况和死者完全相同 这使警方更加肯定 死者生前是一名小提琴乐手 只是这宁江大学 会拉小提琴的学生非常多 想要确定死者的身份 那也是大海捞针啊 直至天都黑了 王岐还在校园内调查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 王岐急忙顺着声音前去查看 刚到花园就被一个男人撞到 男人掉了东西也顾不上剪就跑了 王岐捡起来发现 竟是两件女士内衣 这不还没反应过来 就又被后面追来的学生围住 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直至大勇赶来亮出证件 这群学生才算停手 学生们知道误会了 急忙出言解释 他们刚才追的那个男人 是个偷女生内衣的小偷 刚才见王岐拿着女生的内衣 就误以为他是那个小偷呢 听他们这么说 大勇急忙将众人带到路边 只见学校路边 一个男人所被眼手镯靠在栏杆上 学生们见了他 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刚才的小偷 毕竟天太黑了 众人都没看清 一听众人没证据 这个小偷就猖狂起来了 甚至扬言要将大勇告得当不了警察 看他那得意洋洋的劲 大勇忍不住就想动手 信号被王岐拦下 也正是这一动作 王岐在小偷身上 闻到了浓浓的炒菜味 你是一名厨师吧 听到这话 小偷立马就粘了 看他这发样 王岐明白 自己猜对了 随后又闻了闻刚才捡到的内衣 上面也有炒菜的味道 一群女大学生 难道天天穿着内衣学炒菜补偿 这一下算是证据确凿 两人将小偷压上车 准备送回警局 上车后 大勇将河边女士的面部复原图 拿给王岐查看 没想到小偷看到画像 立马认出这女人名叫萧英 自己前段时间 还偷过她的内衣呢 根据小偷提供的线索 警方次日清晨 就找到了萧英在学校的住处 不过据她同学所说 萧英社会关系复杂 已经很久不来学校拉琴了 反倒是经常去酒店夜场拉琴 大勇搜查时 一脸震惊地盯着打开的柜子 怪不得那个小偷对萧英印象深刻 只是内衣就整整占了半个柜子啊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刻对萧英生前的通话记录 进行仔细地排查 结果发现 萧英在遇害当晚9点多 曾给一个名叫林阳的打过电话 警方对林阳进行调查发现 她是萧英演出夜店的老板 并且两人似乎关系非常亲密 于是警方决定 先找林阳了解一下情况 大勇和王岐赶到夜店 刚下车就在门口 遇见了夜店的老板林阳 林阳面对警方的调查十分配合 她坦然地承认萧英是自己夜店的员工 随后警方还询问她 3月4日的晚上在哪 林阳想了又想 却始终想不起来自己那天在哪 况且他们这行 最忙的就是晚上 需要处理的事也多 她这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 大勇让她慎重考虑 她那天的行踪不仅对警方重要 对她自己也非常重要 听到这话林阳一脸迷茫 不仅询问萧英究竟怎么了 大勇也没有隐瞒 直接告诉林阳 萧英在3月4日晚上遇害了 听后林阳满脸惊讶 不过她也不是傻子 很快就反应过来 警方这是在怀疑自己啊 为了尽快撇清自己的嫌疑 林阳急忙解释 自己在4号确实接到了萧英的电话 萧英当时称她晚上有事 想要请个假 店里向来都有备用节目 她没多想也就同意了 两人的通话仅此而已 这人也是够善变的 刚才还说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会儿就什么都记得了 眼见警方不相信 林阳急眼了 直呼自己当晚就在家里 那天是妻子的生日 她哪儿也没去 警方马不停蹄 找到林阳的妻子小丽 经她证实3月4日那天 确实是她的生日 并且每次生日 丈夫都会在家陪她 当晚家里还邀请了几个朋友 一直到11点多才散场 最后警方拿出肖英的照片 询问小丽是否认识 小丽看后十分确定 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女孩 一番走访下来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证实了林阳在案发当晚 确实没有作案实践 经过几天的调查 警方就连肖英遇害的第一现场 都没找到 想要使案件有所突破 警方就只能从肖英留下的物品中查找 功夫不负有些人 在众多政务中 一把钥匙引起了大勇的注意 警员们已经查询过了 这把钥匙并不是肖英宿舍的 也不是她家里的 难不成肖英还有其他住所吗 王琪一听非常赞同 警方到现在一直没有找到 肖英遇害的第一现场 现在想想 肖英很可能还有其他住所 在肖英留下的物品中 王琪还发现一张照片 照片中肖英身后的建筑 警员看来十分熟悉 应该就在城西那边 这会不会就是肖英在其他住所拍的呢 一想到这儿 警方立刻全员行动 根据照片拍摄的角度 寻找肖英的住所 移动建筑移动建筑的逐一对比 经过一下午的寻找 王琪找到了照片上 肖英身后的建筑 那居然是三海小区的大门 王琪立马拿着肖英的照片 询问保安 但由于小区内业主很多 保安对肖英并没有什么印象 随后王琪又拿出那把钥匙 让保安辨认 是不是这个小区的 保安看后十分确定 开发商交房时 统一订购的就是这个牌子的安全门 现在可以确定 肖英的住处就是这个小区 可究竟是哪一户 还需要根据角度逐一对比 经过长时间的仔细寻找 并使用钥匙一一尝试 警方终于打开了一处房门 进屋后桌子上摆放的 都是肖英的照片 三人立马分头行动 对整栋房子进行搜查 王琪在搜查卫生间时 偶然发现墙面磁砖的缝隙中 有看似是血迹的残留物 如果这是肖英的血 那基本就可以确定 这里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此时楼下传来警员 急切地叫喊声 大勇两人下楼后 就看到餐厅墙上挂的照片 照片上连羊和肖英 仅仅相拥在一起 看来这两人的关系 非同寻常 警方提取墙上的血迹 经对比可以确定是肖英的 而浴室内 应该就是她遇害的第一现场 另外警方还调查到 肖英是林阳的情人 案发现场那栋房子 户主就是林阳 虽然案发那天 是林阳妻子小丽的生日 家中还邀请了许多朋友 但那天的聚会 在11点半就结束了 朋友离开后 林阳有没有离开家 就只有小丽知道了 由此来看 林阳依旧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且她也有充足的作案实践 于是警方立刻赶到夜店 将林阳逮捕归案 审讯室内 林阳不断强调肖英的死 与她没有任何关系 肖英死了 她深感悲痛 警方需要什么配合 她都可以照做 但她绝对没有杀害肖英 直至警方说出 肖英遇害那栋房子的准确地址 林阳非常惊讶 眼看警方已经知道 她也不再隐瞒 坦然承认肖英是她的情人 而警方所说的那套公寓 就是他们两个住的 这栋房子除了她和肖英 任何人都没有钥匙 一番询问下来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两人便离开了审讯室 其实像林阳这种 混迹在商场的老油子 是非常狡猾的 而且根据大勇的调查 林阳早些年就是个街头混混 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才有钱的 开夜店那也是她妻子资助的 大勇认为肖英应该是 缠上林阳了 甚至威胁林阳离婚 然而林阳现在的一切 说白了都是妻子给的 她肯定不会放弃 手中的荣华富贵 想甩了肖英 又害怕被妻子知道 索性直接杀人抛尸 永绝后患 看着审讯室内的林阳 逐渐焦虑 大勇便觉得审讯的 最佳时机到了 只是没想到 都到这会儿了 林阳依旧坚称 案发当晚她在家 陪妻子过生日 压根就没有外出 而且她和肖英 已经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没见了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应该是二月初 在那栋公寓里 那段时间 肖英要和她分手 是自己承诺 将她住的那套房子送给她 她才回心转意 之后自己一直比较忙 也顾不上去找她 没想到这就出事了 说着她又想起另一件事 也就是在肖英遇害的第二天 她的车丢了 现在开的这辆 是近期新买的 提起车子 林阳立马就变得张扬起来 但警方却认为 她的车丢得也太巧了吧 前一天晚上肖英遇害 第二天一大早 她司机开车去办事 车就被盗了 说来也巧 大勇两人刚从审讯室出来 警员就接到一个环卫工人的报案 江民区辖区道边停着一辆车 已经有好多天了 经过初步的确认 就是林阳丢的那辆车 读知消息 大勇和王琪立马赶到现场 警员已经对车辆进行了勘查 后备箱有明显的血迹 副驾驶的地毯上 以及门把手上 分别发现了头发和指纹 经对比可以确定 都是属于肖英本人的 王琪在查看驾驶位时 竟在地毯下发现了一些烟丝 林阳可是从来不吸烟的 大勇在审讯她时 她看到大勇吸烟都差点几眼 很明显这不可能是她吸的 而且车辆发现时 车门并没有锁 这哪是被偷的 说是故意丢弃的还差不多 王琪立马想起 林阳在审讯时曾说过 车辆是她的司机开出去时 在路边被偷的 再加上现在在车上驾驶位 发现的烟丝 难不成凶手 真是另有其人 想到这儿 王琪等人再次返回公寓 对屋内的每个角落 进行仔细的搜查 很快 王琪在洗手间的浴缸下 发现了一个烟头 以及一枚戒指 戒指的那环还刻有字母XX 这会是代表什么呢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马再次对林阳进行审讯 到了这时候 林阳依旧死鸭子嘴硬 简称萧英遇害时 自己在家陪妻子过生日 压根没有外出 大勇懒得和他纠缠 直接告诉他 他丢的那辆车 警方不但找到了 还在后备箱中 发现了萧英的血迹 一听这话 林阳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随后再三向警方确定 萧英的遇害时简 可他思前想后 那个时间段 车一直是司机在开啊 车丢了 也是司机徐成告诉自己的 为了加快案件侦破的速度 王琪和大勇 火急火燎的找到徐成 见面第一时间 王琪就给他递了根烟 徐成出于习惯 就准备伸手间 可手伸了一半 居然又收了回去 并拒绝了王琪的好意 还解释称 林阳不喜欢烟味 自从给他开车后 自己就戒烟了 这徐成也是个聪明人 现在林阳因萧英的案子 被关在警局 警方找到他 肯定也是为了这件事 不等警方询问 他就主动交代 3月4日当晚 他将林阳送回家后 就在路边打车回自己家了 直至第二天早上 他才去林阳家 接他上班的 了解完情况 两人就离开了 在回去的路上 王琪怎么想都感觉不对劲 刚才自己给他递烟时 他出于习惯就准备接 这不像是已经戒烟人的动作 而且为了老板戒烟 感觉也不太像是这么回事 通过这次走访 王琪还发现 林阳的车 并不是只有他自己能开 身为司机的徐成 也是可以随时开车的 林阳只要去过的地方 徐成也都知道 虽然案发当晚 车在林阳家停着 但却不能排除 徐成有另一把钥匙 可以随时将车开走啊 而且林阳非常反对吸烟 可他车上驾驶座的脚垫下 却有烟丝残留 那这个吸烟的人 就只可能是徐成了 只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 想到这儿 两人偷偷来到徐成家搜查 果然在客厅发现了烟灰缸 烟灰缸里面 还有牺牲的烟头 提取烟头 让技术科将这个烟头 与在萧阳公寓浴缸下 发现的烟头进行对比 结果证实是统一人 这样也不枉两人违反纪律 非法进入徐成家 为了防止徐成逃跑 大勇立马联系警员 对徐成实施抓捕 但警员四处寻找 都没有发现徐成的踪迹 情急之下 大勇立刻下令 封锁所有车站飞机场 并在高速路口设卡拦截 王奇猜测 徐成在杀害萧阳后 很可能是使用身上的备用钥匙 将林阳的车开走 用来将萧英的尸体运到河边 之后制造假的汽车丢失案 意图销毁罪证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两人当时找到徐成时 他着急忙地将脖子上的项链 藏进衣服内 那个项链上挂的似乎是个戒指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浴缸下 也发现了一枚戒指 戒指的内环还刻有字母XX 萧英和徐成名字的首字母 刚好就是XX 这两枚戒指 很可能是两人的情侣对戒 可见两人的关系 应该也不一般 警方经过不断的调查 都没有找到徐成的踪迹 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不成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徐成竟主动来警局自首了 审讯室内 徐成对于杀害萧英的罪行 供认不讳 其实他在看到萧英的第一眼 就深深地喜欢上了他 可他也知道 萧英是林阳的人 他只是一个刺激 对老板的女人 不敢有一点非分之想 后来林阳越来越忙 压根没时间顾及萧英 每次萧英提出了什么要求 林阳都会派他去处理 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 突然有一天 萧英主动勾引他 他本来就喜欢萧英 眼见有这种机会 他想都没想就接受了 两人从那之后 就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他是真心喜欢萧英的 甚至花了三个月的工资 买了戒指向他求婚 萧英当时也答应了 愿意和自己远走高飞 可就在案发当晚 他居然后悔了 后悔的原因就更可笑了 竟是因为得到了林阳的一套公寓 当晚他甚至幻想着 将林阳的妻子撵走 自己小餐上位 说完还保证 以后等他成为林阳的妻子 会对自己好的 一个大男人 看着心爱的女人在自己怀中 幻想着怎么成为别人的妻子 他怎么能接受呢 并且在萧英眼中 自己的爱一文不值 他的存在也只是个工具人而已 即便他很爱萧英 但也不能放弃一个男人的自尊 于是他趁萧英洗澡时 先用电线将他勒晕在浴缸内 随后又用锤子 将他活活锤死 最后开来林阳的车抛尸 做完这一切 他将车放在路边 没有反锁车门 实际上就是想让人偷走 没想到不但没人偷 还被警方找到了 俗话说贪心不足蛇吞象 萧英就是被自己的爱慕虚荣给害了 放着爱她的男人不要 一心只想飞上枝头灯凤凰 徐成被心爱的女人利用确实可怜 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 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反而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我没见过让人如此揪心的案件 九个月大的婴儿离奇惨死 而他当警察的父亲 竟是最大嫌疑人 据仙道场的警员介绍 孩子昨天早上有些发烧 母亲成灵就给孩子吃了推烧药 可到了今天早上 成灵突然发现孩子呼吸微弱 叫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慌里慌张地 拨打了120脊椎电话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等120赶到时 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 根据急救的医生推断 孩子很可能是因中毒肺炎而死 这孩子发烧一天一夜 父母都不管的吗 这心该是有多大 说起来也是气人 昨天一整晚 成灵和丈夫陶和平都在吵架 听说是陶和平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在外面还有个相好的 成灵自从有了孩子 全身心都扑在孩子身上 听说了这件事后 坚决要和陶和平离婚 这不就把孩子的病给耽误了 孩子死后 成灵坚称 是陶和平把儿子给毒死的 而陶和平又是东风派出所的民警 所以刑警队才介入的调查 依成灵所说 陶和平是民警 知道怎样将儿子的死制造成意外 经过昨天一夜的争执 两人离婚是必然的 所以陶和平恼羞成怒之下 就杀害了儿子 公安人员涉及命案 这可不容轻视 在成灵家中 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失毒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成毒药的容器 成灵此时突然扑向刘队 两人昨晚吵架时 陶和平明确表示 只要自己敢离婚 他就不会让自己好过 并且后悔一辈子 如果警察不管 他一定会继续网上搞 这成灵说起来也可怜 自幼就没了母亲 是父亲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 长大后嫁给了陶和平 本以为以后都是好日子 谁知这陶和平沉迷工作 整日都不着家 时间长了 外面也有了一些风言风语 韩媚明白成灵的担忧 明确向她表示 一定会查明她儿子的死亡真相 如果凶手真是陶和平 检察院绝对不会包庇 听了韩媚的保证 成灵才放下心来 随后韩媚便让警员 按照成灵的要求 将孩子的尸体带回警局尸检 成灵虽然坚持尸检 但她的父亲成建国 对此并不认可 成建国曾经在出版社工作 是个文化人 浴室也非常冷静 她认为陶和平平时忙于工作 疏忽了对成灵和孩子的照顾 因此成灵对陶和平非常不满 如今孩子突然没了 成灵应该是承受不住打击 产生了幻觉 压根没必要对孩子进行尸检 陶和平因为派出所有任务 早上四五点就离开家了 派出所的同事也可以证明 她是五点多到的派出所 陶和平前脚刚离开家 儿子后脚就遇害了 从时间上来看 她确实是有嫌疑的 另外据邻居所说 陶和平两口子确实吵了一夜 一整晚摔摔打打的 时不时还伴随着孩子的哭声 他们最后一次听到孩子的哭声 应该是四五点的时候 其实聪明一世 糊涂一世的人很多 万一就给陶和平脑子进了水 但究竟是不是陶和平 害死了自己的孩子 还是要等尸检结果出来才行 回到警局后 韩内立刻对孩子进行了尸检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 发现孩子结膜下没有出现 心脏结构也正常 不过肺部有中毒肺炎产生的电话 除此之外 孩子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常 为了保险起见 韩内安排警员做了毒物检验 结果并没有发现毒物成分 由此可见 120急救的医生判断的没错 孩子确实是中毒肺炎致死 陶和平的嫌疑可以被排除了 刘队得知结果后 也是长输一口气 竟然排除了陶和平的嫌疑 刘队便急忙安排警员 将尸检的结果告知成岭 另外还特别交代警员 让他和成建国好好谈谈 做做成岭的思想工作 要相信科学 不要只是一味的感情用事 不能因为陶和平忙于工作不顾家 就诬陷人家杀人啊 这可是会毁掉别人一生的 案子破了之后 刘队也是一身轻松 迫不及待的请韩梅等人 品尝自己珍藏在办公桌下的椰子 看着刘队在桌下找了半天 就拿出来两个椰子 警员们都乐了 刘队却宝贝得很 是他朋友冒着生命危险 从国外丛林摘回来的 眼见这么珍贵 警员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而韩梅此时则面色沉重 像是一直在思考些什么 刘队等人聊了半天 他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晚上回到家 韩梅久久不能入睡 满脑子都是孩子的哭声 以及下午留队开椰子的场景 脑子里乱得不行 几经纠结后 他还是打通了同事的电话 白天他们对孩子进行尸检时 只顾着确定 孩子是不是死于肺炎和毒杀 并没有开炉 也是因此 他这一晚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总感觉忽略了什么 同事却认为 孩子那么小 既然已经确定了死于肺炎 就没必要开炉了吧 韩梅却想起 120曾说过 孩子的死亡时间在早上六点左右 可邻居在早上四五点的时候 还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按理来说 中毒肺炎在死亡前四五个小时 就会陷入中毒昏迷 可孩子在死前一小时左右 还哭得很大声 这怎么可能呢 这也是韩梅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 同事却认为 邻居听错了或者记错时间了 都是有可能的 眼下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不搞明白的话 韩梅心中会一直有个疙瘩 到了次日 韩梅还是决定对孩子建想了开炉 留队得知消息后 也有点不太愿意 孩子还那么小 而且已经经历了一次尸检 她实在不愿意孩子再遭一次罪 但最终为了案子也不得不同意 韩梅之所以成为法医 就是她一直坚信 法医是开启死亡致迷的钥匙 只有法医能够听到 怨死的阴魂的呼唤 韩梅进入解剖室后 二话不说就揭开了孩子的头皮 观察里面的情况后 竟发现孩子的颅骨有凹陷性骨折 看来韩梅的猜测是对的 中毒肺炎并不是孩子真正的死因 刘队得知事件结果非常震惊 甚至怀疑会不会是成林两口子 抱着孩子吵架时 不小心撞到了 韩梅听后当即否认 孩子的头上有两处骨折 并且无论从位置和角度来看 都非常接近 如果是两人争吵时误伤了孩子 那碰到同一个地方的概率太小了 另外从伤口的形态上来看 也不像是碰撞造成的 反而像是竟用外力打击造成的 孩子在遇害时 虽然肺炎已经很严重了 但还没有到致死的地步 还没推断 孩子的遇害时间 应该在早晨的四五点左右 邻居听到的孩子哭声 应该是孩子被打后的惨叫声 而陶和平也是这个时间离开家的 最终这嫌疑还是锁定在陶和平身上 不过成灵和成建国当时也在家 成灵坚持失检时 成建国是反对的 这么说来成建国也有作案嫌疑 还没失检时 仔细研究了孩子骨折的位置 推断凶器应该是一个扁状的长方形物体 而且还有一些弧度 孩子是在家遇害的 只要在成灵家找到相符的东西 并带回警局进行指纹鉴定 说不定却能找出真凶 得到线索后 刘队立即带人赶到成灵家 进行全方位的搜索 看着警方在家中四处搜查 成建国妇女的情绪有些激动 刘队急忙宽慰两人 目前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警方必须查清才行 不能让孩子枉死啊 就在这时警员在卧室的床下 发现了一把扫床用的扫帚 急忙拿给刘队查看 只是从外星来看 非常向寒梅描述的凶器 于是刘队急忙派警员 将东西带回警局检验 派出所那边 已经提供了陶和平的指纹 眼下刘队还需要提取成建国的指纹 方便回警局进行对比 成建国听后一脸震惊 但最终还是配合了警方 警局内 寒梅在看到刘队等人拿回来的扫帚后 基本上能确定 就是这个东西打死的孩子 在等待指纹对比结果期间 警员猜测 凶手一定是陶和平 老爷和外孙是隔背亲 哪有人会打死自己的外孙啊 寒梅却和警员的猜测相反 众人讨论的正激烈时 一名警员突然跑了进来 称成建国哭哭啼啼地跑来自首了 直言是他亲手打死的外孙 众人听后都愣了 审讯室内 面对警方的审讯 成建国一直不停地哭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愧疚 据成建国交代 在陶和平走后 他拿着扫床的扫帚 往孩子的头上打了两下 没想到孩子就死了 这可是他的亲爱孙啊 他怎么如此狠心 说起来成建国也是为了女儿 当晚陶和平和女儿吵架后 没多时就离开了家 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 也想了很多很多 陶和平和女儿在家吵了一整夜 甚至将家里砸得不成样子 他当时就明白 两人恨成这个样子 和好怕是不可能 离婚应该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他这一辈子 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女儿 一辈子没有再婚 一把屎一把尿把女儿养大 看着他嫁人 为人妻为人母 本以为都是好的生活 可没想到陶和平的警察身份 成了这个家最大的阻碍 因为是警察 陶和平天天忙得不着家 即便有了孩子 他依旧沉迷工作 也是因为缺乏沟通 陶和平只要一回家 女儿就会和他吵架 目睹这一切他其实非常痛苦 于是就想着 既然要离婚 就将孩子留给陶和平 这样女儿之后再婚 说不定也会有个好归宿 可女儿死活不愿放弃孩子 而陶和平对女儿的羞辱 也让他忍无可忍 当时扫床的扫把刚好在沙发上 他就顺手拿在手里 默默地攥紧 爷爷亲手打死了外孙 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如今他只求警察快点枪毙他 他实在是不想活了 陈灵啊 爸爸对不起你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陶和平身为警察 永远都奋战在一线 会一万步讲 陶和平如此的努力工作 也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啊 而陶和平和陈灵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沟通 只要有一个人能冷静下来 和对方好好沟通 不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陈建国心疼女儿 可女儿也很爱自己的孩子 他自认为是对女儿好 却不知这样反倒将女儿 推到了另一个深渊 等待陈建国的 将会是法律严厉的制裁 清晨养老院内 突然一阵刺耳的警笛声 打破了院内的流镜 一名老人被刀捅死在屋内 被发现时血流的屋内都是 老人手握胸前的刀趴在地上 最了解死者名叫老万66岁 退休前曾经在市建筑公司工作 两年前患上脑中风 由于生活不能自理 又孤苦无一没有家人 就住进了养老院 警方对现场进行勘察 除了满地的血迹 其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养老院有明确规定 不能携带贵重物品 因此在案发现场 也没有发现什么财物损失 法医初步施检时 刀就扎在老万胸前 这把刀扎得很深 警方猜测很可能是一起仇杀案 另外这把刀的样式也很奇特 与平常的匕首不一样 反倒像是古董一类的东西 回到警局后 警员立马将凶器 拿给了痕迹主任 马老师进行检测 看到这把凶器 马老师感觉非常艳熟 但一时间也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 由于这把凶器样式特殊 整个刀身没有一处平面 全都是螺纹状的图案 指纹的提取可能会有点麻烦 警员马志不敢耽误 随即又到养老院进行走访 从养老院的康复医生口中了解到 老万虽然生病了 但也只是身体行动不便 意识还是挺清楚的 另外老万还有点高血压 所以每天他都会去群检 前两天老万称他有点失眠 总也休息不好 于是自己就给他开了点安眠药 不过也没多开 一天只有一片 有专门的责任护士给他送 至于为什么休息不好 他也没说 但在自己看来 他似乎是有什么心事 随后警方拿出凶器的照片 询问康复医生是否认识 医生看后脱口而出 这刀是老万的 自己曾见老万摆弄过 当时他还提醒老万 这把刀太笨重了 他现在手脚不比以前灵活 尽量还是别动这些危险的东西 从医生这儿 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 紧接着警员又来到养老院的活动室 找到了院里的交际花王奶奶 一听警方来了解案情 王奶奶态度可积极了 看了眼警员拿出的凶器照片 就立马认出 这确实是老万的东西 天天就摆在他屋里的桌子上 之前他想讨来玩玩 老万死活都不同意 而且这老万还有点特殊癖好 他不爱和老头们聊天 就爱和他们这些老婆子说话 要说也这么大年龄了 成天眼神色眯眯的 盯着老婆子们乱看 年轻的时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王奶奶说得起劲 警员却听得一脸尴尬 拎走王奶奶还提醒警员 有什么想了解的一定找他 这养老院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经过一天的走访调查 警员发现 老万就是个孤苦无依的老人 一辈子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唯一有交集的只有以前的老同事 不过自从退休后 也就没怎么来往 情杀和涂裁杀人的可能性不大 可警员总感觉 仇杀的可能似乎也不大 毕竟老万就孤身一人 会得罪谁呢 痕迹科马老师对现场发现的指纹 以及胸器上的指纹进行提取 经检测后可以确定 现场只有老万和养老院 医护人员的指纹 由于胸器样式特殊 表面都不平整 这给指纹提取造成很大的困难 马老师到现在仅提取了三枚 有两枚的血指纹经对比 是死者老万的 另一名压在血指纹下面 只提取到完整的三分之一 上面还有汗液的残留 虽然指纹不完整 但马老师也将这枚指纹 和养老院其他工作人员的指纹 进行了对比 结果却并没有相符的 如此看来 这枚残缺的指纹 应该是外来人员的 极有可能是凶手的 谨慎其见 马老师也将这枚残缺的指纹 与警局内指纹库 现有的指纹进行对比 但都没有结果 老万脑中风后全身瘫痪 住进养老院就没出去过 那么凶手只能是来过养老院 并且也接触过这把凶器的人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尽力收集 近期到过养老院的 所有人的指纹 逐一进行对比 这工作量将非常庞大 养老院每天来往的人很多 如果每个人的指纹都收集 这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可现在案件侦查 没有新的发现 警方也只能先行动再说 马智记得到养老院走访时 听说前几天 大德集团到养老院举办过联谊会 于是马不停蹄地找到 大德集团的董事长袁玉 袁玉看了老万的照片后 并没有什么印象 前几天他们确实和养老院 共同举办了一场联谊会 但当时的人太多了 他并不能确定自己见过这个人 随后警员还询问了他 案发当晚他的行踪 忽然一旁的助理开口 称两人去听音乐会了 看来这个袁玉应该不会是凶手 最起码他没有作案时间 警员让他在询问笔录上签字 并留下了手印 从袁玉这里离开 警员又对大德集团 当天参加联谊的其他人 进行指纹采集 采集完成后 警员丝毫不敢耽误 急忙送到狠讲科进行指纹对比 最后发现 大德集团董事长袁玉的指纹 与凶器上残留的指纹非常相似 可警方从凶器上 只提取到这枚指纹的三分之一 并不能十分肯定 这枚指纹就是袁玉的 而且从社会阶层来说 大德集团是本事重要的大型企业 袁玉身为董事长 身份和地位那都不用说 而老万呢 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偏瘫老头 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了 袁玉完全没有理由 对这样一个老人下手啊 为了尽快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警员和马老师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的地面是水泥地 在尸体的旁边有一个坑 看起来是被什么砸破了 痕迹非常新鲜 不过这看起来与案件似乎并没什么关系 马老师也就没在意 自从案件发生后 马老师就一直在连夜对比指纹 身体熬的都有些撑不住了 此时马老师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个相框 而上面的照片就是老万年轻的时候 根据警员马志了解到的情况 这照片从老万入住养老院后 就一直在桌子上摆着 他也对老万以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可时间太久了 现在只能查到 老万年轻的时候是个农民 最初进建筑公司也只是个合同工 至于当年的具体情况 还什么都没查到 马老师这边连夜回到警局后 再次对袁玉的指纹进行对比 之前第一次提取指纹时 马老师就曾说过 凶器上的那枚陌生指纹 只有三分之一是清晰的 这三分之一虽然与袁玉的指纹很像 却并不能证明什么 于是马老师对凶器上的陌生指纹进行还原 然后再次与袁玉的指纹进行对比 经过意外上的钻研 马老师可以确定凶器上的陌生指纹 就是大德集团董事长袁玉的 既然袁玉接触过这把凶器 那他就很有嫌疑 警方立刻将袁玉请到警局 据袁玉交代 案发当晚他确实是去听烟乐会了 助理当时陪他一起去的 可以为他作证 除此之外在烟乐会现场 他还遇到了市局的王局长 以及他的夫人 这么充足的不在场证明 难道袁玉真的不是凶手 那凶器上的指纹又怎么解释呢 马之当即拿出凶器照片 询问袁玉是否见过 看到照片袁玉突然想起 他确实见过这把刀 当时感觉样式很特别 还专门拿起来看过 不过在哪见到的却不太记得了 起码让助理帮他回忆 最近去过的地方 助理也很纳闷 最近他们除了去养老院举办联谊会 也没去过其他地方啊 一说养老院 袁玉还真想起来 他是在养老院的一个老大爷屋内 见到的这把刀 照这样说 凶器上有袁玉的指纹 倒也合情合理 因此袁玉的嫌疑被排除 与此同时警方终于联系上了 建筑公司当年招工的老师傅 从他那里警方了解到 老万是在文革结束那年 从黑山村投靠了城里的远房叔叔万胜家 现在的建筑公司 曾经是国营的房管所 而万胜就是房管所的工人 万胜当时年纪大了 又无儿无女 就把老万的户口签到自己名下 接他的班在房管所工作 此时马老师突然接话 这个老万他认识 在20年前 他是最后一批下乡的干部 去的就是黑山村 进村时接待自己的就是这个老万 他将自己安排在村民书芬家住下 书芬其实是嫁到黑山村的媳妇 长时间的接触 他和书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有一天书芬突然告诉自己 是他主动向村里申请 让自己住在他家的 因为他公共婆婆和丈夫 动不动就对他大打出手 自己想要追问原因 可书芬怎么都不愿意说 后来有一天 书芬的丈夫喝多了 再次对书芬动了手 书芬吓得抱着孩子往外跑 也是那时候 书芬才告诉自己真相 原来在孩子出生前 书芬的丈夫被村里派去修水库 家里也就剩书芬和年迈的婆婆 晚上书芬都睡着了 迷迷糊糊感觉身边有人 起初他以为是丈夫回来了 也就没当回事 可当他察觉这人不是丈夫时 衣服已经被撕开 他拼了命的反抗 但男女之间力量悬殊实在太大 最后还是被毁了清白 那晚欺辱书芬的人就是老万 直到这件事后 他就鼓励书芬去报案 可当时的衣服早就被书芬洗干净了 他的婆婆感觉丢人 死活不愿为书芬作证 没有人证物证 警方也无从调查 本来村里那些大妈就爱说闲话 警方当时又无法取证 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书芬 十里八村的人都在说 书芬是自己不检点 出了这件事后 书芬被丈夫逼着离了婚 为了复仇 书芬放火烧了老万家的房子 还意外杀死了老万的母亲 最后被老万逼到悬崖边 跳崖自杀了 所以老万这个人的背景并不清白 马老师也有了新的推断 老万被杀案发生后 他看见这把凶器的第一眼 就觉得非常艳熟 现在知道了老万的身份后 他更能确定这把刀的来历 这把刀其实是书芬的 并且这把刀实际上有两把 另外一把当年书芬跳崖时带走了 凶手总不会是已经跳崖的书芬吧 晚上马智突然接到警局电话 养老院对面储蓄银行的监控 拍到了案发当晚 养老院门口的情况 马智一听着急忙赶回警局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 一个女人在案发时间段内 曾坐出租车到过养老院 根据车牌号 警方找到了出租车司机 据司机交代 他确实在案发当晚 从音乐厅拉了一个女人到养老院 而他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那是因为当天他才给车座 换了新座套 可这女人却嫌脏 当时他的暴脾气就上来了 拿了一块崭新的抹布 上去就对着座椅一顿猛擦 女人见状没再吭声就上车了 随后马智拿出圆域的照片 让出租车司机辨认 坐他车的是不是这个女人 司机一眼就认出 当晚他拉的女人就是袁玉 她长得太漂亮了 自己绝对不会认错 看来之前两次询问 袁玉都说了谎 那他的嫌疑就更大了 马智利马向队长申请逮捕袁玉 但还不等队长批准 袁玉竟主动来了警局 审讯室内不等警方询问 袁玉就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 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主动到警局配合调查 其实案发当天 他确实去听音乐会了 不过在中场休息时 接到一个电话 是老万打来的 之前自己在养老院举办联谊会时 意外看见了老万那把刀 这把刀很特别 和自己收藏的一个古董非常相似 于是就提出想要收购 案发当天老万给自己打电话 着急出售这把刀 所以自己才急匆匆去了养老院 但当自己赶到养老院 仔细查看这把刀时 却发现和自己收藏的那把不一样 这把刀应该是个仿制品 所以当时他没有直接收购 反而找借口离开了 他在养老院的时间 应该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等他赶回音乐会时 正巧赶上最精彩的篇章 后来他知道老万被杀后 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律师 律师认为 没有必要向警方陈述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在警方之前两次询问时 他都没有说实话 这次来警局配合调查 他也把自己那把刀拿来了 不过在进审讯室前 就已经被警方拿走了 马老师得知消息 急忙过去查看 经过仔细端详 马老师发现 这把刀就是当年 被书分带下悬崖的那把 自己当年用过这把刀 一定不会认错 于是马老师立马拿着刀 进入审讯室 询问袁玉这把刀的由来 袁玉解释称 他们公司主要从事古董生意 这把刀是公司从民间收购的 大概有几十年了 但要说具体的收购时间 自己还真不记得了 没有问到想要的信息 马老师就先离开 去了外面的观察室 之前经检测 已经确定凶器上 留有袁玉的指纹 而袁玉也承认 他曾经接触过这把刀 对于接触这把刀的过程 袁玉的解释也是合情合理 而且他和老万从来没有交集 就更别提作案动机了 案件侦查到现在 警方还是一头雾水 可自从看了袁玉提供的刀后 马老师心中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他怀疑袁玉玉就是当年的书分 为了证实这一点 马老师翻出了当年书分状告老万的笔录 将笔录上书分的指纹 与袁玉的指纹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两枚指纹完全相符 可见袁玉就是20年前的书分 警方立刻已涉嫌20年前 杀人放火案为由 将袁玉带回警局 但面对警方的审讯 袁玉始终不承认自己就是书分 警方除了指纹外 没有任何证据证实 袁玉就是书分 很快袁玉的律师向警方提供了 袁玉所有的生活轨迹 从他出生开始 每个阶段都有确切的证据证明 检察院也认为 仅凭一枚20年前的指纹 没有人证和物证的辅助 不能够断定袁玉就是书分 由于证据不足 警方只能放走袁玉 案件再次走进死胡同 偏偏就在这时 马智在执行追击毒贩的任务时 被歹徒的散弹枪打中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马老师以及队长得知后 急忙赶往医院 原来马智竟是马老师的儿子 现在马智伤势严重 医生交代马老师 马智是熊猫血 医院血库没有库存 请他立即跟护士去抽血 听到这句话后 马老师竟失了神 没想到马智竟是当年 书分留下的孩子 突然医生从手术室出来 明确表示 如果再没有血浆 马智很可能会撑不过去 现在只能先到重症监护室 进行观察 与此同时 另一边正准备离开本市的原狱 心中一直坠坠不安 总感觉有事情发生 就连手中的手串都莫名其妙断了 怀着不安的心情 原狱打通了刑警队的电话 在得知马智重伤后 火急火燎的就赶往医院 在他神情慌乱的闯进病房那一刻 他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 他就是当年的书分 有了原狱提供血液 马智顺利度过危险 审讯室内 原狱交代了所有事情 当年他被逼无奈 跳下了悬崖 可能是老天眷顾 他并没有死 反而被一个收药材的老先生救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在医院了 救他的老人 就是大德集团的创始人老原 原狱是老原唯一的女儿 但他却因为失恋自杀了 老原悲痛欲绝 为了延续对女儿的爱 老原将原狱的身份给了自己 后来他通过整容 变成了原狱的模样 被送往国外接受严格的训练 而老原在国内 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 成立了大德集团 八年后他回国时 已经完全脱胎换骨 跟着老原学习打理生意 老原真的把自己 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大德集团的业务很广 在全国各地都有生意 三年前老原由于年纪太大 身受病痛折磨 不幸去世 身为老原的女儿 他顺其自然接管大德集团 至于20年前 老万母亲的被杀案 他承认是自己干的 但那却是意外 其实他真正想杀的人是老万 等他一刀扎上去之后 才发现杀错了人 当时屋外的火已经着了起来 他来不及多想 抱着孩子就往外逃 这么多年 他只要一闭眼 就会看到老万母亲在火中挣扎的样子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 他也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可老万真的不是自己杀害的 当初去养老院举办联谊会时 他认出了老万 而老万也认出了自己 案发那天 确实是老万 约他去的养老院 并威胁自己 要去公安局举报自己 但自己一点都不害怕 他整了容换了身份 从小到大的每个阶段 都有充足的证据证明 许是被他的话气道 老万恶狠狠地称 要杀了他 可在自己看来 他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如果不是他 自己的人生 怎么会遭受这么多磨难 自己杀了他还差不多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看着老万 这可怜兮兮的样子 也算是得到报应了 他完全没必要动手 头也不回的 就直接离开了 当时老万绝对还活着 难不成凶手真的不是原狱 法医这边有了重大发现 之前在老万体内 发现有酒精残留 但剂量并不是很多 想着老人在屋内 自己小酌两杯 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时也就没在意 可这次对老万体内的 微量物质进行化验 竟发现他正在服用 一种恢复药物 这种药物与酒精结合 会导致病人精神 处于亢奋状态 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 得知这一消息后 马老师也突然想起 马智陪他二次 勘察现场时 他在现场发现的那个坑 内心瞬间有了结论 马老师来到审讯室 告知队长 关于老万遇害案 他的推断 他认为老万在案发当晚 由于酒精以及药物的作用 精神本就处于亢奋状态 这种状态下 老万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动作 一不小心摔倒在地 旁边桌子上的刀 也被他撞倒在地 这把凶器又很特殊 刀尖刀柄一样沉 老万在倒地时压住了刀柄 刀尖朝上扎进了他的胸腔 同时刀柄也在地面上压出一个坑 正是老万自身的体重 与地面相对 所以才会导致 凶器扎得这么深 虽然元玉在凶器上留下了指纹 但经过研究元玉留下指纹的状态 应该是两个手指捏着刀柄 观赏性是留下的 这样的握刀姿势根本使不上力 自然也不会造成这么深的伤 最终市局总队结合现场情况 以及老万的身体情况断定 他确实是死于意外 元玉并不是凶手 但元玉依旧要为20年前 杀害老万母亲的案子付出代价 此时的元玉也明白 自己错了就是错了 他心甘情愿接受惩罚 看着马老师将马智养得这么优秀 他内心也是无比的欣慰 这个老大爷吃完晚饭 到楼洞口倒垃圾 意外看见不远处 一只拖鞋躺在草丛中 以为是楼上谁家乱扔垃圾 可他顺着拖鞋往前一看 竟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脑袋周围满是血迹 看样子脑浆都摔出来了 吓得他赶紧招呼屋里的老伴报警 很快警方就接到报案杆来 据报案大爷所说 晚上刚吃完饭的时候 他在厨房刷完 突然就感觉窗外黑影闪过 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异响 他以为是楼上在乱丢垃圾 对着窗外骂了好一会儿 后来出来倒垃圾 看见不远处的女师才意识到 刚才掉的哪是垃圾啊 是有人坠楼了 这死者他认识 并且还非常熟悉 就是他们楼上董处长家的小保姆英子 警方这边也调查到 英子确实是董处长家的保姆 今年21岁是陆成人 当年高考成绩不理想 家里条件也不宽宇 父母就想着让他早点嫁人 可这姑娘性子烈死活不愿意 最后是逃婚出来 才在本地做了保姆 根据现场勘查案发时 他应该是正在擦窗户 是妈不还在窗户台上挂着呢 警方对董处长家 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搏斗的痕迹 窗台上有英子的脚印 从这个脚印判断 英子当时应该就是在窗台上站着的 与此同时 法医实检发现 英子在坠楼时 是右侧头部着地 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 现场四周全是血迹 头部紧剩的脑浆 还不到正常脑浆量的一半 这致命的颅脑损伤 导致英子当场死亡 浑身多处骨折 重要的是 他还还有五个月的身孕 在这样的重伤下 肚子里的孩子自然也没保住 除了坠楼导致的骨折外 法医没有在英子身上 发现任何外伤 对胃溶物和血液进行化验 也没有发现任何毒物或迷幻药 结合警方现场的勘察 以及法医的尸检结果 王队认为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坠楼案 死者英子应该是在擦玻璃时 不慎踩空意外坠楼的 美姐听后却不以为然 不能因为死者身上没有外伤 就轻易断定他是意外坠楼 英子也有可能是自杀 或者是被人推下楼的可能 假如英子正在擦玻璃 突然遭到一双黑手袭击 那他从楼上直接掉了下来 也不会有外伤残留啊 所以刚才王队还没有深入调查 就断定英子是意外坠楼的推断 非常不严谨 说严重点 这也是对死者生命的不负责任 王队听后固执己见 甚至还立马反驳美姐 据他称 自己在案发现场走访调查得知 案发时间段 英子的雇主董处长 根本就不在家 而是去对面崔处长家串门去了 当时家里就只有英子一个人 不是意外还能是什么 即便是这样 也不能完全排除董处长的嫌疑 董处长家楼上住的 都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 他能去邻居家串门 证明两家关系应该不错 而且根据了解 董处长和对门的崔处长 是前两年一起从静安区调到检察院的 就以两人的关系来看 崔处长帮他做个假证 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崔处长家提供的证词 还有待证实 死者英子现在才21岁 又是一名住家保姆 他应该不会经常外出 或者是彻夜不归啊 平时与外界的交流 很可能会因为工作性质而被束缚 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呢 这一切都还没搞清楚 就按照意外解案 实在是非常草率 王队却认为 英子长得非常漂亮 性格也很活泼 在外那风情万种的模样 可是吸引了不少男人的关注 他确实是个住家保姆 当雇主不在家时 谁又能知道他在干什么呢 董处长早年丧妻 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家中就只有他和保姆英子 他一旦上班 应该是一天的时间 都会在检察院中度过 那么这一天的时间 对英子来说不但没有束缚 反而非常自由轻松 再加上外界对他的传言 他会怀孕反倒也没什么意外的 局长听后则认为 英子坠楼的时间很有问题 他早不坠楼晚不坠楼 偏偏趁董处长不在家的半个小时坠楼 而董处长又恰好有人证 这会不会太巧了 虽然不能排除巧合的可能 但如果这其中的疑问不搞清楚 就轻易下结论 确实不能服众 只是这董处长 怎么说也是检察院的先进模范 他真的会和自家的小保姆不清不楚吗 以最坏的结果设想 就算英子肚子里的孩子是董处长的 那他会那么傻 在自己家将英子推下楼吗 他身为一个优秀检察官 手里调查过的案件也不在少数 会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梅姐听了半天也明白 王队长之所以想尽快结案 就是想避免牵扯到 英子的雇主董处长身上 局长迟迟不下令进一步调查 应该也有这方面的顾虑 可梅姐坚称 英子的坠楼案不仅现在不能结案 还要深入调查 董处长和英子的关系也必须搞清楚 这不适合董处长作对 反而是为了尽快排除他的嫌疑 除此之外 对英子其他的人际关系 也要进行调查走访 局长听后没有随即下达命令 但也没有再坚持结案 出了警局后 梅姐怎么想都感觉不对劲 强军便劝他 法医只需要根据尸体上的线索 给警方提供侦查方向 勘察现场以及调查人际关系 并不在他们的职责之内 梅姐不否认强军的说法 可刚才强军也说了 他们是法医 需要为警方提供线索和侦查方向 不能让任何一个死者莫名其妙的冤死 说完梅姐还是不放心 于是就决定亲自到英子的坠楼现场 进行再次勘察 她不是对现场勘察人员的不信任 而是害怕夜间光线不好 在一些不易被察觉的地方 可能会有被忽略的线索 现在是大白天 不会有灯光看不到的死角 两人很快就赶到现场 梅姐仔细勘察了英子的坠楼现场 在固定尸体的痕迹线旁边 发现了一个低落型血迹 英子是从六楼掉下来的 头部着地导致颅骨粉碎性骨折 她的血迹应该是成喷射状 血迹应该是长条形的 根本不会有这种圆圆的低落型血迹 仅凭这一滴血迹 梅姐就有理由怀疑 英子在坠楼前 很可能就已经受伤了 这无疑也是加大了 警方对英子可能是被谋杀的怀疑 有了这一发现 梅姐急忙喊来王队 进入董处长家进行二次勘察 董处长看起来十分坦然 任凭梅姐等人在家中进行勘察 不一会儿的功夫 梅姐就在英子房间的暖气片装饰架上 发现了少量的新鲜血迹 那就奇怪了 架子怎么会有新鲜的血迹呢 王队询问董处长 董处长却表示自己不知道 家里的卫生都是英子负责 更何况还是英子的房间 她一般不会进去 强军则认为 血迹不一定是英子的 但即便不是英子的 血迹能出现在这个位置 依旧很奇怪 不过只要将血迹进行检测 应该很快就有答案了 正当众人准备回警局时 梅姐扭头往楼上看了一眼 急忙招呼强军 给她找一把梯子 梅姐此时则一直盯着 头顶的树叶查看 很快强军就找来了梯子 梅姐顺着梯子往上爬 在董处长家窗户正下方的树叶上 发现了一滴血迹 看样子应该是鲜鲜血迹 死者如果是意外坠楼 那只有在落地后 才会产生大量血迹 树叶上万万不可能有血迹残留 之前梅姐就曾推断 英子很可能就是受伤后坠楼的 现在这片叶子上的血迹 更能证实 英子在坠楼前 应该就已经遭遇了暴力袭击 但强军两人在尸检时 并没有发现英子曾遭受过外伤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 案件有了新的线索 梅姐等人立马回到警局 让技术人员对董处长家暖气架上提取的血迹 以及树叶上的血迹进行化验 而她和强军则立马进行二次尸检 只是还等不到尸检开始 血迹的化验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显示暖气架和树叶上的血迹 确定是死者英子的无疑 难不成凶手真是董处长吗 梅姐此时尸检进行的也不顺利 死者颅骨损伤太严重了 仅凭肉眼来看 根本无法判断这些伤 究竟是不是高处坠落形成的 只能做脑部CT才能看得更清楚 强军查看CT结果时 发现英子的鼻梁上有轻微骨折现象 只是这高处坠落脑袋着地 头部和面部骨折都是正常的 梅姐明确表示 死者鼻梁上的骨折是凹陷性骨折 而且还有明显外力打击的痕迹 与高处坠落形成的粉碎性骨折完全不同 英子在遇害前 应该与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争执过程中 鼻梁被打得出血骨折 随后又被人从楼上推了下来 网队听后当场大发雷霆 幸好梅姐坚持继续调查 否则整个刑警队都要承担个过失职责啊 当时的技术人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勘察现场的 这么明显的异常居然都没有发现 梅姐则表示 他们法医在尸检时也有疏忽 以为死者鼻梁上的骨折也是坠楼时受伤的 要不是今天重返案发现场 发现了暖气架上的血迹 她也不会想起英子鼻子上的出血点 梅姐现在虽然证明了 英子生前曾遭受过暴力侵害 但并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董处长 不排除在董处长去邻居家串门时 有其他人进入现场的可能 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还是要从董处长身上下手 毕竟英子是她家的保姆 她所了解的情况 说不定对警方破案会有帮助 这已经是警方第三次找上门了 董处长的态度明显有些排斥 扬言让警方立马派人 对她进行抽血化验 只要证明英子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 警方怎么处置 她都没有任何怨言 该做的化验自然少不了 但警方现在要了解的 是她与英子的关系 以及两人的相处模式 董处长深知不配合王队的调查 就无法洗清自己的嫌疑 更何况警方已经找到了单位 她也不想同事对她另眼相看 只能老实配合 据她所说 自己与英子仅仅只是雇佣关系 案发当天儿子要上电视 自己家的电视偏偏看不了那个节目 无奈之下 她就去了对面催促长家 看儿子的节目 临出门前 她还和英子说了 自己去对面串个门 一会儿就回来了 随后她在对面催促长家 看完儿子的节目 又和催促长夫妻俩聊了会儿 前后应该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她就回家了 进门时发现窗户开着 看样子应该是擦了一半 英子也不在屋里 她想着英子可能临时有事出去了 要不了多久应该会回来 所以也没多想 就去了书房看文件 结果没过一会儿 楼下就有人嚷嚷跳楼了 她急忙走到窗边往下看 一眼就看出 楼下躺着的人是英子 其实关于英子的私事 她从来没有过问 最近也没见她有什么反常情况 她肚子里的孩子 要不是出了这件事 她根本就不知道 看董处长的样子 也不像在说谎 正当案件陷入困境时 警员调查英子的人际关系 有了最新发现 英子果然与传言一样 男女关系非常复杂 只是明面上的男朋友就有三个 其中一个名叫孟小安的 就是英子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对孟小安深入调查后 警方怀疑她有重大作案嫌疑 这个孟小安开了个装修公司 手头上也有些钱的 一直嫌弃家里的妻子 出身农村 还没什么文化 关键是长得也不好看 对妻子拳打脚踢 那都是家常便饭 甚至有时候还拿烟头 往妻子身上躺 后来就成天不着家 在外面鬼混 依次偶然的机会 她认识了年轻漂亮的英子 一番甜言蜜语的轰炸下 很快就俘获了英子的芳心 甚至让英子怀上了孩子 英子仗着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可谓是风光无限 感觉这辈子总算有了个不错的归属 孟小安在得知英子怀孕后 再次向妻子提出了离婚 打算和英子好好过日子 谁成小 孟小安妻子在外地的亲戚 早年在香港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产 规模庞大的鞋厂也开了好几家 钱在人家手中就像纸一样 多的根本就数不清 这个亲戚在外奔波多年 就想死后安葬在家乡 前段时间回来看墓地 当时就承诺 将她二十分之一的遗产 也就是四百万左右 留给孟小安的老丈人 而孟小安的老丈人 又只有这一个女儿 得知这件事后 孟小安立马浪子回头 天天在家守着妻子嘘寒问暖 此时在她眼中 妻子长相就算再怎么难看 只要揣着这四百万的巨款 那也是一朵美丽的鲜花 于是警方推断 孟小安很可能会因为这笔巨款 想要抛弃英子 然而已经怀孕的英子 应该不会轻易统一分手 毕竟英子当时跟了她 就是为了以后过好日子的 现在突发变故 很可能会导致两人的矛盾 想到这儿 警方当即前往孟小安家 请她回警局协助调查 可警方进门时 正巧看见孟小安准备逃跑 这要不是心里有鬼 她跑什么呢 回到警局后 警方还没开始审讯 孟小安就什么都交代了 原来她自从知道 妻子即将继承亲戚的巨额遗产后 就想断了和英子的关系 还提出给英子两万元的分手费 可没想到英子狮子大开口 必须要五十万才肯分手 还动不动拿肚子里的孩子 威胁孟小安 案发当天晚上 孟小安在董处长家楼下 给英子打电话 得知英子自己在家后就上了楼 她安慰英子 只要四百万到手就会离婚 还声称自己心里只有英子 但英子也不是傻子 她明白孟小安不想给自己钱 也就懒得听她的花言巧语 这孟小安也够没骨气的 为了少给英子点钱 居然心甘情愿地跪下请求原谅 但英子根本就不买账 说完就回了房间 孟小安急忙追了进去 还想为自己辩解 英子也是彻底恼了 指着孟小安的鼻子 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看着面前趾高气扬的英子 孟小安瞬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一巴掌将英子扇在地上 英子的鼻子撞在了暖气架上 紧接着两人就纠缠在一起 英子毕竟是个女人 力气比不了孟小安这样的大男人 很快就被孟小安从窗户边扔了下去 孟小安杀了人后也吓惨了 想着没人知道她来过 就急忙偷偷溜走 案件调查至此 也算是真相大白 王队却在这时 突然接到电话 孟小安的妻子幅度自杀了 警员发现时 她已经浑身轻子 经过抢救也没救过来 挂断电话后 众人的内心都十分沉重 王队清楚地记得 他们去抓孟小安时 她妻子不停地 嚷嚷警方抓错人了 孟小安已经浪子回头 不会再犯任何混蛋事 可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局 她应该是彻底绝望了吧 无论是英子 还是孟小安的妻子 一位依附于男人 都是不明智的选择 至于孟小安 简直就是最有应得 次任女人出门练瑜伽回来 发现丈夫居然 一动不动躺床上 女人当即察觉不对 凑进去喊丈夫的名字 可丈夫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女人急忙拨打了急救电话 医院的抢救室外 女人焦急地来回踱步 此时男人的儿子杨明 也匆匆跑来 二话不说 指着女人的鼻子就是疑痛乱骂 原来男人名叫杨建成 是坐拥十几家加油站的大老板 而女人小雅则是她的二婚妻子 就在前一天 杨明在路上偶然间发现 后妈小雅和一个年轻小伙 在大街上搂搂抱抱 甚至亲密地一起去逛街 她悄悄拍下照片后 就去公司找了父亲 她知道父亲有心脏病 于是将心脏病药准备好后 才扔下自己拍的照片离开 杨建成看到照片后 当场被气得心脏并发 幸好有桌上提前准备好的药 她才并无大碍 杨明怀疑 父亲突然犯病 很可能就是小雅动了手脚 就在这时 医生从抢救室出来 非常遗憾地表示 杨建成是心脏病发作猝死的 在被送来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说着就拿出死亡通知书 让家属签字 小雅正准备签字 杨明却不愿意了 我要报警 我要求尸检 说完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医院 小雅很是无奈 却也没说什么 很快法医的尸检结果就出来了 杨建成确实是心脏病导致的猝死 不过在她的血液中 法医照宣检测到了巴底土的成分 实际上也就是安眠药 从结果中药物的吸收情况来看 杨建成应该是在死前一小时 服用的安眠药 但这个剂量很正常 不会诱发心脏病发 更不会致死 杨明在得知这个结果后 还是不愿意相信父亲是自然死亡 直接扭头离开了警局 正当她打算驾车离开时 小雅追了过来 提出两人需要好好谈谈 而杨明一直看不上小雅 总感觉小雅这么年轻 接近她父亲是有目的的 所以拒绝小雅的请求后 就驾车离开了 离开警局后 杨明在咖啡馆 约见了父亲的律师老王 据老王所说 父亲在去世前一晚 将遗嘱的继承人修改成了杨明 本来约好在案发当天下午 他会去家里找杨建成签字的 可早上杨建成竟突然去世了 听了这话杨明心里万分自责 想着如果自己没有告诉父亲 小雅在外面的那些破事 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使她的冲动害死了父亲 同时杨明也更加坚信 父亲的死绝对不是意外 老王听后也想起来 有关小雅私生活这方面 他确实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 只是这是杨建成的家事 他一直没有过多询问 不过既然小雅有问题 他会重新整理材料检举 不能让杨建成死得不明不白 杨明从咖啡馆离开后 刚坐上车 小雅就突然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他明确表示 会按照杨建成遗嘱中 给杨明三成的产业 如果杨明有什么其他要求 他也可以尽量满足 听了这话杨明直觉的可笑 父亲如今尸骨未寒 自己也还没有提起遗嘱的事情 小雅都是着急起来了 其实小雅越是这样着急 他就越认为父亲的死不简单 甚至怀疑父亲就是被小雅给气死的 他本身就不缺钱 对父亲的遗产也没多大兴趣 他只想搞清楚 父亲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次日老王带着整理好的材料 和杨明再次来到警局报案 不仅杨明觉得父亲的死很蹊跷 老王也认为有问题 原来就在案发前一天 老王曾约见过他 询问他关于变更遗嘱的事情 当时杨建成想把所有遗产 全部留给杨明 至于小雅只准备给他留点现金 可小雅毕竟是杨建成的妻子 他觉得这样做有失稳妥 并且遗嘱也不好成立 最后无奈之下 杨建成才将小雅出轨的事情 说了出来 本来杨建成约他 案发当天下午取钱新遗嘱的 可早上他就去世了 这时间未免太巧了 他们不得不多想 警员林林看着手中的照片 不禁也有点怀疑 与此同时 警员浩宇找到罗队 他也认为杨建成的死有问题 原来昨天所有警员都去罗队家聚餐了 做饭时才发现没酱油了 无奈浩宇只能出去买酱油 就在他买了酱油回去的时候 被一浪豪车子撞倒了 而撞他的人就是杨建成的妻子小雅 当时小雅特别慌张 嘴里念叨着他有急事 扔给自己一百块钱就跑了 随后他看了一下时间 是九点半整 而根据法医的尸检结果 杨建成的死亡时间 恰巧就在九点二十至九点五十之间 也就是他被撞倒那会儿 这么听起来就更奇怪了 小雅在外面怎么会知道杨建成犯病了呢 况且杨建成在遇害前一小时 服用了安眠药 正常来说他那会儿应该睡得正香 犯病的几率很小啊 看来这起案子可能真的不简单 于是罗队急忙召集所有警员开会 富豪家中惨死 遗产全部给了新婚半年的妻子 儿子却认为父亲的死有问题 虽然父亲有心脏病 但自从半年前手术后 基本上不会犯病 法医尸检后 发现死者血液中安眠药残留 虽然安眠药在某些条件下 有可能诱发心脏病 但在杨建成这起案子上 无论是药物成分还是剂量 都不足以诱发杨建成犯病 为了加快案件的侦查速度 罗队带着浩宇 到医院找到杨建成的主治医生陈医生 据陈医生所说 一直以来 杨建成的睡眠质量都不错 从来没有开过安眠药 而且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休息好 杨建成也一直非常自律 至于这次突然猝死 陈医生却并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心脏病最可怕的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犯病 特别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从陈医生这儿了解完情况 罗队又找到接杨建成的急救员小刘 从小刘口中了解到 他们医护人员赶到时 杨建成就平躺在床上 他们立马进行了急救 当时情况紧急 他只关注病人了 其他倒是没注意 不过他记得家属非常伤心 还有点被吓着的惊恐 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没了解到 罗队就准备离开 小刘却突然想到 他们从杨建成家往医院赶的时候 小雅突然在胜利路路口左拐了 直至他们将杨建成送进抢救室 小雅才姗姗来迟 难不成杨建成的死 真的与小雅有关 回到警局后 罗队再次 从法医赵勋口中 了解到一个新情况 虽然法医在尸检时 从杨建成的血液中 检测出安眠药的残留 但在他的胃中 却什么都没发现 之前法医就曾推断 杨建成服用安眠药的时间 在死前的一小时左右 这一小时的时间 杨建成根本不可能将安眠药完全消化 即便掰成小块服用 也应该在他胃中发现药物残留才对 浩宇则认为 会不会安眠药被混在水中 此话一出 当即被赵勋否定 安眠药碾碎成粉末倒进水中 很快就会沉底的 就算搅拌搅拌 那也是一杯浑浊的水 谁会喝这样的水呢 唯一的可能 就是把安眠药粉末拌在饭菜中 可这安眠药并不致命啊 罗队突然想到 会不会杨建成在昏睡期间 受到了什么刺激猝死的呢 赵勋脱口而出泼冷水 可医护人员赶到时 并没有发现杨建成的衣服上有水啊 除了泼冷水 赵勋还想到了电机 能够瞬间释放的电压 对心脏病人来说 就是致命的危险 警方这边的调查还没有任何思绪 杨明和小雅 就带着各自的律师找到警局 小雅只有一个目的 领回杨建成的尸体进行火化 并按照遗嘱分配遗产 警方现在还没查明真相 小雅就这么着急分遗产 说他心里没鬼 恐怕都没人相信吧 不过既然小雅来了 罗队也有很多疑问想问小雅 于是便将他请到了问询室 没想到小雅态度还挺嚣张 怎么的 你们这是要审讯我 罗队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询问小雅 杨建成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小雅想了想才称 杨建成很少吃安眠药 只是偶尔工作很忙 没有休息好的时候才会吃一片 至于杨建成案发当天有没有吃 他就不清楚了 早上他做好饭后 就出门去练瑜伽了 不过他觉得杨建成应该会吃 因为前一天晚上 两人发生了一点矛盾 他自己在客房睡的 不过早上起来的时候 杨建成已经在客厅看报纸了 想来应该是一晚上没睡 从小雅的回答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 随后罗队又询问小雅 早上是几点出门的 又是几点到的瑜伽馆 几点回的家 小雅却称都想不起来了 这明显就是在摆烂啊 接下来无论警方问什么 小雅都只有三个字 不清楚 直至罗队问道 为什么提前离开瑜伽馆时 他眼神有些躲闪 吞吞吐吐的解释称 当时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想回家休息休息 没想到半落竟撞到了人 他当时也是害怕 看见被他撞的人没啥大事 他就扔下医疗费离开了 可罗队记得 他当时明明给浩宇说的 回家有急事啊 一听罗队这话 小雅当即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称他撞到人的时候吓傻了 害怕被撞的人赖上他 随便编个理由就赶紧离开了 而且他当时具体说的什么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眼见他什么都不愿说 警方又没有证据 罗队也就没有继续询问 而是决定去案发现场看看 到了家门口 小雅突然称 家门钥匙被他整丢了 这还真是奇葩 包都没看就说钥匙丢了 而且案件已经发生两天了 他难道都没回过家吗 家里面出这么大的事 我就一直没敢回来 说完他突然想起 杨建成公司的保险柜里 应该有一把家里的备用钥匙 女警当即陪着他去取钥匙 而罗队则沉这个时间 去了小区的监控室 通过调查监控发现 在案发当天早上 小雅曾开车出去了一趟 大概十分钟后就回来了 进入小区 每两分钟就又离开了 再次回到家 就是九点四十左右 保安记得非常清楚 小雅那天的车速飞快 感觉他开的不是车 而是飞机 小雅一早上来来回回 进出小区了四趟 这时罗队想起 之前办理的一起谋杀案 凶手就是藏在车子的后备箱 进入案发现场的 而小雅案发时 在往家赶的路上 那他会不会是有帮凶呢 帮凶藏在后备箱中进入别墅 也不是没有可能 此时小雅终于将钥匙拿回来了 警员立刻对现场进行搜查 偶然间 罗队在杨建成的床下 发现一个打火机的内心 随即立马响起 赵勋曾说过 瞬间释放的电压 对心脏病人有着致命的危害 而这个打火机内心 瞬间应该能释放出 高达上万的电压 杨建成的死 会和这个打火机内心有关吗 现在没有证据 罗队也没有声张 这边警员们一番搜查下来 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发现 众人就暂时离开了 离开前 罗队让女警留在门口守着 而他则带着浩宇 找到了小雅的情人李楠 李楠看到警方非常意外 不过还是将罗队两人请进屋内 罗队直接开门见山 询问他认不认识杨建成 李楠也没隐瞒 称他和小雅是情人关系 自然是认识杨建成的 但杨建成不认识他 紧接着浩宇问他案发当天的行踪 李楠立马明白过来 警方这是在怀疑他 不过就他这身份 被怀疑也很正常 至于案发当天 他一上午都在家看球赛 恰巧这场球赛 罗队也看了 两人立马针对当天的球赛 讨论的热火朝天 李楠对自己喜欢的球员 被罚下场 还感到十分惋惜 眼看着罗队跑题了 亨宇急忙出言提醒 但罗队也不是不知轻重的人 刚才简短的几句话 罗队已经确定 李楠没说实话 看来是要带回警局 好好说说了 与此同时 小雅收拾了行李 着急忙慌的准备离开别墅 被等在门口的女警 堵个正着 随后也被带回了警局 审讯室内 浩宇再次询问李楠 案发当天究竟在哪 李楠坚称自己就是在看球 浩宇也懒得听她嘴硬 直接揭穿她的谎言 案发当天的那场球赛 她所喜欢的那名球员 因为受伤根本就没上场 眼见被揭穿 李楠干脆什么都不说了 合着并不能帮她逃脱罪责 之前罗队从医院离开后 就去调查了胜利路 整条路的监控 监控清晰地拍到 小雅在左拐后不远处停车 李楠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 还有罗队在床下发现的打火机内心 看见浩宇手中的证据 李楠明显一愣 如果警方没有猜错的话 李楠应该在现场 找这个东西找了很久 眼看警方手中证据确凿 李楠自知无路可退 只能老老实实交代 举她交代案发前一天晚上 小雅哭着找到她 称杨建成要修改遗嘱 什么东西都不打算留给她 虽然她是小雅的情人 但小雅从来没想过嫁给她 更何况小雅已经过惯了奢靡的生活 那样的消费水平 根本不是她这个穷小子能承担的 小雅思考了许久 最后要求自己杀了杨建成 这样就可以保住优越的生活 两人也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 她虽然穷 但她真的很爱小雅 小雅提出的要求 她即使豁出命都不会拒绝 于是案发当天 小雅在杨建成的早饭中 加了安眠药 随后就出门将自己接到她家 还给了她别墅的钥匙 当时杨建成已经昏睡在卧室了 只要一个小小的打火机内心 她就了结了杨建成的命 她承认自己杀了人 但这一切都是小雅指使的 这边小雅看着李楠的证词 突然疯狂的大笑起来 但最终也没说什么 揽下了所有罪行 其实在去瑜伽馆的路上 她一直干熬 正好半路有个药店 她就去买了一支燕云榜 在瑜伽馆试了之后才发现 她居然怀孕了 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 她没有任何准备 因此也无限上瑜伽课 想着这个孩子应该是杨建成的 她就急忙开车往家赶 想要阻止李楠杀人 她不想让孩子出生 就没有亲生父亲 半路上她不断给李楠打电话 可始终无人接听 等她赶到家时 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她承认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都是她太贪心了 想要优越的生活 还想要幸福的夫妻生活 最终不但什么都没得到 还赔上了自己的一生